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林昭的诞生的日子 林昭是1932年12月16号出生的 那么如果她活着 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 80多岁了 所以当我今天谈林昭的时候 心情也比较复杂 因为林昭是中国很难得的 一个有思想的独立思考的女性 那么同时她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想我今天谈她 还是一个基督徒对她的怀念来谈她 同时她也是应该算我的学长 她是北京大学55年进北京大学 那么57年她就被打成右派 后来我们都知道她被枪毙了 这个在文革的后期她被枪毙 被枪毙的时候 政府的这个公安人员来到她家 抄她的母亲要子弹前 五分前的子弹 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人物 悲剧的人物 那中国历史上 这个反抗中共的 在毛泽东那个极左的时代 那个时代 像这样的草菅人民的事情很多 但是林昭那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那林昭 我对林昭的了解呢 在我在中国大陆是根本不了解 虽然她那时候后来被平反了 但说的也不多 反而我对另外一个林 人民大学叫林希玲 这个女右派了解多一点 后来我到法国 我也跟林希玲大学 有好多次在一起吃饭 我去讲道她也来听 这个我记得有次 我讲道她也听很晚了 我就请她吃宵夜 然后我跟张健弟兄送她 回到她的住所 非常远非常远 坐地铁很远 我还请了个弟兄开车 把她送回去 当然她也现在离开了 林希玲也是个基督徒 后来在法国信主 那林昭呢也是个基督徒 很特别这个林昭 我现在先介绍 林昭呢原来她的 她是苏州人 苏州人她的爸爸姓彭 所以呢她应该叫彭令昭 她的真名叫彭令昭 她出生在这个家庭很特别 她的父亲呢 是一个在英国留学回来的一个留学生 后来就经过这个公务员的考试 国民党时期有公务员的考试 她考的成绩非常优秀 所以她就做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做苏州的附近的 有一个县叫吴县的县长 县长 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郑县长吧 那个时候县里没像在中国大陆 这么多县长 可能就一个县长 有的那副县长都没有 那他就是个县长 这个这个 这个彭县长呢 就性格比较孤傲 也耿直奉公守法的一个人 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务员 那他的母亲呢 叫徐宪民 这个徐宪民的这个母亲呢 就是个新时代的女性 那个时候比较倾向于共产主义 所以他对林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那当时抗战的时候 他是个名人呢 他的母亲被称为抗战名媛 这个社会 抗战名人社会名媛 那么林昭的1949年呢 在他1948年受洗 成为基督徒 那时候他还在念中学的时候 那后来1949年呢 他就考入了苏南新专 这个然后就参加土改 那个时候充满了革命的激情 后来因为他不太听话 也对领导提出一些的 这个不同的意见 后来就被党纪就没有了 他入党很早 党纪就没有了 那么54年呢 他就以江苏最高的分数 考进了北京大学的新闻系 这个北京大学原来有新闻系 但我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新闻系了 后来文革以后呢 北大的新闻系呢 也不是文革 文革之前 就是又反右之后 北大的新闻系 就化给了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新闻系 其实人大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 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对这个林昭的 这个了解 也就这个限于我们后来的知道 我最早知道林昭是因为 有一天王丹给我打电话 王丹说 这个 他看到一个电影 叫做寻找林昭的灵魂 他鼓励我去看 他说你去看 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 他说我已经看到了 那是个纪录片 那如果你看一看 他说你看这些基督徒 他们是先知先觉者 他们很了不起的 是先知先觉者 那后来我就开始了解林昭 我才知道林昭 这个事情 后来林昭 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 那一会儿再讲这个 他为什么被打右派 后来呢 他又被判刑 判了20年 后来文革的时候 又把他提到死刑 后来他这个在1968年 68年 这个4月29号 被枪杀 枪杀以后 这公安员到林昭的家里边 收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他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 那这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件事情 那么后来知道 这个四人帮粉碎之后 那林昭被平反 林昭被平反的时候 北京大学给他开了一个追导会 这个有两幅联 上联写个问号 下联写个探号 那这个这是林昭的一个基本的 我现在呢 有一个电影 我这边有一个电影 我看我可以放给大家 就是他有个 有个是一个叫 菲比刘的一个主内的姐妹 那么他呢 拍了一个林昭的电影 不过是英文的 我们一看一看他这个 这个电影的 这个大概的介绍 我们看一看他这个电影 这个是 这个电影已经公开放映了 那么 我们这个菲比刘姐妹 原来在洛杉矶 在国语基金会 那他首应试的时候请我去了 正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也没去成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 拍的非常的好 为了拍这部电影 那当然他也会遭到一些牵连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 预告片看一下 我可以从这里 跟大家信出来 我看 呃 scene you want to be a true messiah to save the 你 林娇 二愿 那些 可以下离家朝廷 我们的同态是看着 人家的丁招就有点错了 现在这个整盘在冲突 原来他就受死了 第一次看到 这也是看着第一次对照的 有些人是不可逃的 允许的允许的 允许的允许的允许 别怕他说他是跟那个 人物 我们的原因是 为了不同声音 而不再一种声音 我们找到你的反应的故事 你严重地变成了一场的派对 我只是追求我的本事 你怎么能赢成为了一场派对 我的学生被罵了 我还有什么可以做 除了写词 神给你一个为了 后来就复杂了 五分钱的生命 好 那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个片子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到网上去看 网上会有的 这个片子在网上 都可以看得到 那 所以呢我们 今天就谈一谈林昭 林昭的生命 那么纽约时报呢 前一段登了一篇文章 是 他的中文版啊 他当时采访了一个 丢科大学的教授 叫联希 那联希博士呢 写了一本新书 叫学书 毛泽东时代 中国的殉道者林昭 先为人知的故事 那这本书被 被评为 关于林昭的 最权威的一本书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林昭教授呢 也是一个神学家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那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进入到中国 做了非常详细的访问 那文笔也非常好啊 当然这个这个书 他寄给了我 这个寄给了我 我看完我女儿再看 就留在了华盛顿DC 否则今天我就给大家修一下啊 这本书是 大家可以上网去买 有中文版 在台湾翻译的中文版 叫做雪书 翻译成中文就雪书 那么纽约时报 在评论里讲了一段话 他说无论 是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 还是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 林昭都是一个异类 1966年的上海劳改局 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 1966年上海劳改局 把他从20年加成死刑 就在这个报告中 是这样写的 关押期间 林昭用法夹 足签等物 成百上千次的 戳破皮肉 用污血 书写了几十万内容 极为反动 极为恶毒的信件 笔记和日记 公开污蔑 社会主义制度是 抢光每一个人 作为人的 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 是雪星的极权制度 他把自己说成是 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 和青年反抗者 对无产级级专政 和各项政治运动 进行了系统的 极其恶毒的污蔑 这是在他的 加刑的报告中写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林昭 我觉得也使我们可以了解 那一代先知先觉者 他确实是个先知先觉者 那么林昭是54年 考进北京大学 因为在这之前 他是参加革命 很早的小革命 但是他原来受洗 成为基督徒 在高中的时候 那后来他又因为 受他母亲的影响 他的母亲思想很激进的 对共产主义 非常的感兴趣的 这位母亲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 中规手据的一个 旧式的官僚 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非常的连接的 一个官员 那么林昭呢 受洗以后 然后他就受到 他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宗教的干部 后来成为宗教局的局长 这个人呢 是个地下党员 那就给他 传了这个共产主义的 这种信念 所以他就年轻人吧 一听到共产主义革命 那就热血沸腾啊 所以呢就参加了革命 他参加革命很早 入党也很早 刚才你看的视频 是宣示入党的 那后来呢 结果他入党以后呢 就派到土改工作队 去做土改 结果他 没有听命令 就被开除党籍了 还不完全是开除党籍 就是说 因为不服从组织 要求他从苏州撤退的命令 失去了党籍 是开除了 还是留党查看 不知道 反正他那时候就失去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入党 所以在 后来他又参加了 苏南地区的土改 因为他是苏州人 苏州人 就参加了苏南地区的土改 然后非常的努力的 希望重新入党 希望重新入党 那可是呢 他在土改的时候 他发现了这些土改工作队员 那些党的干部的腐败 有一个党的 他的一个队长 他的队长 利用这个自己的这个职务之变 就把一个女孩子就给那个了 那然后就把那女孩子 把自己老婆不要了 就非得娶这个女孩子 做做他的太太 那个女工作队员 跟林招也是好朋友 那他就看到 原来这个人说一套 是做一套的 这个人的这个品质不太好 所以他就对他提意见 结果那个人呢 就对他怀恨在心 那就把他这个 从这个土耳工作队给他开除了 开除了 所以他一直是反叛的 所以他一直思考的 他如果不思考 他就不能反叛 他不反叛 他也不会思考 所以呢 后来他就五四年 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个是新闻专业 我们还是一个系的 是中文系的新闻专业 所以我看到一些照片啊 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新闻系的 这个 这个 我的一些老师啊 也参加了对林招的这个 这个 我看啊 这有些照片 我这个一会儿给大家 秀一些 秀一些照片啊 或者 那么 我看到林招的 那个雕塑在落成的时候 钱力群教授 还有这个林招的 原来的男朋友啊 这个都参加了啊 当然还有我的一个老朋友 叫老鬼的啊 那个照片上都有 看着蛮感慨的啊 蛮感慨的 那么在北京大学 但是在北京大学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的思想都是很活跃的 即使在共产党的时期 在这个 极左的时候 思想也是活跃的 所以林招到了北京大学 那就 好像就是 到了一个民主的摇篮 然后他就觉得 他一下投进了慈母的怀抱 然后他就想 希望成为 新中国的第一代的记者 那而且是能够有成就的记者 所以他就准备写什么 很多的电影啊 什么这个 包括中国图改史啊 那这些 他所经历的 他都想写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57年 卫民湖派 这个整风开始 那这个 他在他的 5月 57年 5月20号 这个日记中写到说 在这样的春天 到处谈论着整风 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 期待着 你看他对整风 也很期待 然后他就开始写大字报 那那个时候 他有一天呢 5月19号 他有个北大的学生 叫张元旬 他贴出了 在三角地贴出个大字报 叫事时候了 那么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 那这诗是这样说的啊 我给大家读一读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五倍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呢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一个政治史了 这个所以林昭在这个时候就 热血沸腾的就卷入进去 卷入进去 那么有一天晚上 这个大家在 在这个发表讲演 有一个叫谭天荣的 就发表的演说 这个演说呢 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那很多人就说 这是反动的 反动的 这个所以呢 谭天荣后来被打成右派了 那么 其实大家都没讲什么话 后来他就站起来 林昭就开始为谭天荣辩护 他说他的讲演非常好 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 不没守成规的 有见解的人 而且他的讲演的内容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思考 底下就有人问说 你是谁 其实那天也是很黑的 像我当年我在 北大三角地讲演的时候 也是黑咕隆咚的 你要不说你是谁 那可能也没人知道啊 我记得王丹在那一讲 人家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王丹 那我在那讲的时候 人家说你是谁 我说我叫张伯利 我中文系的 麻烦了 所以他林昭当时也是 在那就说我是林昭 我的名字双木林 日刀口 日刀口的昭 这个林昭 所以就完了 一下就完了 就被人知道了 所以呢后来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反右后来就 刚开始是鼓励你大明大放啊 大辩论的啊 然后后来就说这是向党进攻啊 就开始说 这是向党进攻 对不对 这个 然后呢 林昭就被打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以后呢 他还没有把他立刻就遣送到农村 把他那时候 58年北大中文系呢 新闻的专业就合并到人民大学 成立了新闻系 那林昭呢 就在新闻系的资料室里边 监督 劳动改造 当然也扫院子 也扫地 扫地 那这个时候呢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写中共报刊史 还有呢 就查阅过去这些旧报纸的工作 没有想到他这个领导人呢 是谁呢 这领导人这个是个女的 这个是刘少奇的前妻 叫王前 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民大学的学生 也是打成右派的叫干脆 就是甘甜的甘 纯粹的脆 干脆 这个这两个人呢 都对林昭很好 尤其王前对林昭很同情 因为王前不管怎么样 是刘少奇的前妻嘛 虽然是ex wife前妻 那刘少奇好几个前妻啊 像毛泽东是也好几个前妻 那这个毕竟是国家主席的前妻 那刘少奇那是还没打倒的嘛 那这个王前还是有一定的权利的 别人也不敢随便碰他 那么王前呢 就很同情林昭 就对他很好 也没有对他严格的要求他 刁难他 而且见他身体不好 还经常送些营养品给他 那么那一年呢 58年这一年 林昭过得还算平静 而且不仅平静呢 他也认识了这个帅哥干脆 这干脆呢是右派 你知道右派都是有才华的人 而且敢于思考和说 敢于表达意见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当然是林昭是很喜欢的了 他就干脆他俩还 他争恋爱了 就那段时间好像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那么但是呢 他这个思考的就一直没有停 那因为那个时候58年 中国就开始折腾了 人有多大胆呢 地有多高产呢 就一年等于20年呢 超英赶美啊 反正就是瞎指挥啊 这共产人风他又开始第一件了 他第一件 另外发生了这个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的事件 所以呢 彭德怀被撤职 他就开始为彭德怀鸣不平 鸣不平 那这时候呢 有出现什么事情呢 出现一个59年 59年的时候 他身体呢 因为身体的原因 在北方那边冷 他肺不太好 他的妈妈就把他从北京接回到上海休养 那时候他们家已经搬到上海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在上海养病的时候 他认识了几个兰州大学的学生 一个叫做顾燕 这个一个叫张春元 张春元我在这个寻找林昭的灵魂那里边 看到对他的访问 那当然这些人的后来都已经老了 那个他们都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的大学生 那么这两个人呢 他们几十几个人了 就办了一个刊物叫星火杂志 那时候你办这个刊物 你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 那地下刊物 那了得 那了不得 像我在中国北京的时候 我办了一个叫新闻导报 这个就那了不得 那已经是被定位这个反革命的报纸 是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 这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当然他们都是有印的 那林昭就 他们就找林昭 说你写几个稿子 那林昭当然就写了两首诗给他们 一首叫做海鸥 海鸥 那海鸥当然他也 他就那时候他的当写海鸥的时候 他已经又 他的思想转变 又从共产主义的追求 转回到基督教 那他写海鸥的时候 他写到了这个 这个像耶稣基督的殉难的情怀 然后他就写了这个海鸥 这个海鸥写的很长的 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的血像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都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的献做自由的 声扬 后来他们就被告密了 那个时候这种事 你看这个 维持不久被告密了 这个星火这个杂志呢 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有43个被捕 大多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 都是年轻人43个被捕 有25个人被判刑 可能那些中学生有的就放了 那么林昭呢 就被当做主犯之一 因为他是右派 他年纪又比他们都大 所以呢 就作为主犯之一被逮捕 那1960年的10月份 他正式的被逮捕入狱 就再没有出来 当然后来出来有保卫就医两回 保卫就医后来也是 后来就 你看60年到66年文革 也就67年的事 就基本上就要在监狱度过的 那么在被关的60年到67年 关这个期间 林昭共写了50万字左右 其中有14万言书 就是有一本书 还有一个叫血诗的提一等作品 那他这里边封锁了毛泽东的极权统治 这个极左思潮 个人崇拜 那他写的比较广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不了解 这个林昭这些东西 大多数都不是没有纸笔的 他都是用他的床单啊 衣服啊 所以他老让家里给他送白色的床单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老给他送白色床单 然后他就刺出血了 用血写的 因为监狱不给你这个笔和纸 所以呢 他就 他就 这个 所以呢 有的人说林昭就疯了 在那个时候 这个 他写很多 所以 那个 连教授呢 连锡教授呢 在访问的时候 他谈 他说林昭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彷徨 他说第一次入狱的时候 他曾写过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认为中共当时已经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 并开始政治改革 他觉得还是 中共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他就表示说像这样一个党 我是可以重新拥护 并且觉得值得拥护的 那就在中共 那段的对大跃进的认识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 他们纠正了大跃进的一些错误 当然也惹恼了毛泽东 可这暂时 那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 胜了 毛泽东退出了国家主席 这当然党的书记把 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交给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所以当然心不甘呢 对吧 后来他又搞了文革 他心不甘 就在那个时候 林昭有些反复 他在个人思想历程和回顾检查中 他说像这样的党 我们可以重新拥护 并且是值得拥护的 这个像我们当年 其实我们去天门广场 也是觉得这个党 是可以改变的 这个党 有胡耀邦 有赵紫阳这样的优秀的人物 思想比较开通的领袖是可以改变的 那后来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彻底失望了啊 我们去广场呼唤民主 这个爱国 这个最后我们被 被这个坦克和机枪驱赛 屠杀 这个关进监狱 坐牢 通缉流亡 最后我们才了解 所以林昭走的比我们早 那林昭应该算一个先知先觉者 所以呢 在 他在 关到这个 上海的第一看守所 然后呢 这个 关了一段时间 后来当他写了这个呢 共产党发现这林昭还可以改变的啊 就62年就 准许他保外就医 那保外就医的时候呢 他就回到家里就告诉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啊 他的妹妹写篇记者文章 谈到监狱的一些情况 当然他对那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的 他说他告他们多么残忍 他这个 他说他们是不忠用的警犬 他常常被一个人单独关押 因为他老是抗争绝食 老要求给犯人的人权 所以这个在监狱里边 监狱的那些狱卒对他也特别的狠 常常给他用手铐啊 脚镣啊 同时给他 就是他 这个就是来女 妇女来这个来经期的手 手铐脚镣都不解的 有时候给他背着啊 背着这样的手铐 这样的一关 站在关就关几天几十天 这胳膊就断了 这个这个 然后呢 这个 那个大小便都都都不管你 因为你这没法大小便 你怎么大小便 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 秦琼卑贱呢 什么的 反正什么招对一个女孩子都用了啊 面对这些对他私心暴行的 预官 他是横眉冷对的 然后他他用鲜血割开他的 这个血血管 写了一首诗叫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是这样说的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的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养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那么这个监狱的说 哎呀 我还制服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 我们就不信了 所以就是监狱一直在治他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写 他就一直跟他们抗争 抗争 那么这个 他受到那个非人的折磨 是一般人没有经历过的啊 这个非常的 这个非人性的折磨 警方就在搞他的时候 玩很多花样 反靠啊 两副手铐的反靠啊 交叉反靠啊 然后呢 把他吊起来啊 这个 他这个手臂就 就被吊断了 就是到 就是这个 他告诉他的妹妹 就是他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 也没有为他解除镣铐 所以呢 1968年 66年就开始重新审查林昭的案子 那么66年上海劳改局写了报告 申请上机枪毙林昭 所以呢 就说他这个成百上千的错过皮肉 用污血书写几十万的内容 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 那大概五十万吧 我们现在知道林昭留下的 他的这个著作 大概在监狱里的书信呢 著作有大概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字 那么这个 然后呢 就后来就 在 差不多是在 68年的4月 1968年 林昭 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为死刑 而且立即执行 那么这个林昭在接到这个判决书的时候呢 最后用血写下遗书 说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写了两遍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那么 他是怎么被杀的呢 这个电影演了 电影演也是根据他妹妹的回忆 这个电影 这个五分前的生命 讲了 他是被 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 是病重 很重了 在监狱的 诊所 正 医生正在给他 挂掉瓶的 这个几个 执行的人来了 就把他掉瓶一拽 就拉走了 拉走了 给他拉到了龙华飞机场 当时一个龙华飞机场 在龙华飞机场的第三跑道 把他处决的 当时有一个这个年轻人 在龙华机场工作的一个年轻人 看到了 他后来跟林昭的妈妈讲了这个情况 他说一个小技术车飞过来 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 有几个武装人员 嫁出一个反手被捆绑的女子 女子的口中塞着东西 什么东西呢 是一种 这个 不让你喊的 怕你说话的 怕你反着 喊这个反革命口号了 然后呢 他们就向他腰后踢了一脚 他就跪倒了 这儿走过另外两个武装人员 对他开了一枪 当时他倒下后又慢慢的 强行爬起来 于是他们又向他开了两枪 总共打了三枪 后来看他躺在地上不再动了 这个技术车就把他拖到另外一辆技术车就走了 就走了 这个 这个当他被 枪毙之前 这个 给他有一次公审大会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要枪毙人要有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就是让我们小的时候都去看热闹 枪毙人呢 那个那时候没什么热闹看呢 也没电视 一枪毙人呢 全城的轰动都去看 不过挺恐怖的啊 我们小时候就 就看啊 然后看完了 这个这个 爹妈就说 千万不要犯罪啊 你看犯罪就这下场 就是这个是教育我们 林昭那时候 被拉到台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看到他的呆住了 因为 他的嘴上被塞着橡木塞子 那橡木塞子 你一张嘴他就就就就把你嘴撑起来 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你不能喊 然后呢 他的脖子呢 这个这个是被围着的 大家说里边的脖子是被一个绳或者铁丝勒着的 就不能让你喊话 就是喉咙啊 给你给你扣住 扣住就不能说话的 这个张日新的更残忍 张日新当时就把这个舌头给 给这个给脚掉了 脚掉了 这个我们有一个牧师叫王志明 也是把舌头用刺刀绞碎了 就不准你喊 所以这个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啊 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这么爱这个专制的社会 我搞不懂啊 这个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吧 也许 只要你有一点人性 你都会了解 都会了解 不应该这样的来 来这个支持这样一个没有人道的 没有人性的一个政府 一个政府 那林昭呢 这个 他当年呢 他讲的故事 讲的蛮有意思的 林昭就说啊 说这个 美国的一个总统 林肯吧 林肯总统 有一天他去竞选 他穿着一个非常干净的西装 他就因为林肯就 林肯很穷啊 但是林肯就是 皮鞋是很亮的 但是里边的袜子都漏脚的 对吧 林肯很穷 他驾着马车回家 他这个 兴选完了 他然后他看到一个猪 掉到了这个 泥坑里边 拼命的挣扎 眼看就要 这个淹死了 这个猪就嗷嗷的叫 林肯本来想救的 可是呢林肯一看 自己穿着很整齐的 唯一的一套衣服 他就有点迟疑 因为他第二天还要竞选 他就驾车就走了 走了很远了 耳边还在听着那头猪 在呼叫 终于他掉车回头 找到那个尼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泥 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 后来有的人对他评价 有的说哇 你很勇敢的 你不错你这样做 有的人说你这样不值嘛 一个就为了救一个猪 你的衣服搞成这样子 林肯说 我不是为那头猪 我是为我自己的良心 亚伯拉罕 林肯这一段短短的话 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 他不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他的良心 良心是上帝造的 上帝给我们 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使我们能够分辨善恶 我们也能够懂得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慈爱 那良心 当然当人犯罪 这个良心受了污染 受了污染 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以后 圣灵 进入我们生命中来掌管我们的良知 在圣灵引导下的良心 这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林昭 这个讲到林肯这一句话 成为他的一个信念 不是为了别的 是为了我们的良心 那今天我们也是 当我们纪念林昭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 我们的良心呢 今天我们有没有良心 我们的良心 还有上帝给我们的良知吗 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公义呢 我们对那些苦难的人 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最近我想到 另外一个像林昭一样的人 一个基督徒叫张展 还关在监狱里面 他在绝食 他的个性很像林昭 他也一直在绝食 我们不知道在监狱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好像据说他生命摧微了 我们现在在呼吁 中共释放他 释放他 在这个奥运会 要中奥会要开的时候 能够释放张展 能够给 给全世界这些关心张展的人 或者那些有良知的人 看到说 他们还没有把坏事做绝 在关键的时候 一个弱女子 张展就是采访了武汉的 当时病毒发作的情况 做了一些自己的报道 就像我这样的在网说说说 他就完了 那我现在我要说这些东西 我在中国说 那马上门就开了 警察就来了 对吧 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美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自由的国家 我们都不敢说 我们有时候有的人说 基督徒不要讲这个 那林昭是不是基督徒呢 林昭是基督徒 对不对 保罗是不是基督徒呢 保罗是基督徒嘛 那彼得是不是基督徒呢 彼得更什么 耶稣的门徒嘛 彼得说顺服你们 不顺服神 你们自己佐量嘛 所以彼得说顺服神 人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我相信林昭姐妹是顺服了上帝 给他对中国的看见 那他提前几十年提出来了 对共产党专制的反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纪念他 纪念林昭 我们也知道 这个现在人们又 尤其中国又不希望谈林昭了 过去林昭被平反以后 还给林昭立了个碑 林昭这个碑上 写了几个字是这样写的 林昭的碑 我给大家看一下林昭 看一下照片吧 我现在发的不太方便 看看照片 这是林昭 这是林昭在北大念书的时候的样子 这是他跟他男朋友干脆 干脆的照片 然后这是林昭的雕像 看看这是钱李群 这是我老师 这是干脆 这是干脆 这个老头是干脆 这个是这个老鬼 老鬼 这是我历史 这个当时在北京大学年轻的时候 你看 这个考试北大中文系林昭 当时 这个风华正茂的年代 这林昭1955年 和张宁等同学在北大 这好像是 这是哪一个楼啊 这好像是俄语楼 哪个楼 这个是林昭 所以我们怀念他 这位主的女儿 这位为了中国的民主 来付出生命的一个先行者 重要这个怀念他 所以在他的墓碑后边 写的他1964年写的一句诗 林昭是这样说的 自由无价 生命有牙 命为玉碎 以训中华 那林昭是 成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一个象征 就是在我们今天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们后人 谈到他的时候 充满了 崇敬 也充满了怀念 我们盼望中国不再有这样的 像林昭这样的人 他们遭受这样的酷刑 最后被处决 好 张美丽谈天说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 一会儿我还有一个采访 我还有个采访 我要采访这个 我要采访 这个 傅希秋牧师 那傅希秋牧师 他们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呢 今年设了一个奖 叫林昭良知奖 林昭良知奖 那这个奖呢 刚刚的要给 这个奖呢 这个刚刚 这个给了张展 给了张展 张展获了这个奖 在华盛顿举行了授奖大会 那 父牧师也希望我去 我觉得因为 这个教会的事情太多 太忙 圣诞期间 感恩节期间 我也走不了 所以我就没去成 很遗憾啊 那一会儿他会接受我的访问 大概我想 一两个小时之后吧 我们再回来 这个我们来访问 傅希秋牧师 好的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 好的 感谢神 谢谢你们的留言 谢谢啊 好 那我们 这个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结束了 张不利谈天说地 我们一会儿再见